大家好 今天是1月10号 星期一 大家记得吗 上个星期四 股市曾经在日中见过22709点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月的低位 好了 最后星期四的股市是由跌转为上升的 到星期五再进一步上去 而且在收市的那一分钟 指数是纹守在10跟20天上以上 从走势方面来看 股市错不看起来 已经是摆脱了不断进一步下行的走势 好了再看看今天情况是怎么样 早段恒生指数先稍微高开30点到23752点 曾经一度稍微反复而低见23399点 可是没有再进一步下行 而且陈信跟自己的主要难求 尤其是汇宏都明显的做好 结果整个股市就一步一步的拉上去 直到下午3点15分的时候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高见23752点 相对上个星期五来说 股市在这一分钟是上升了259点 好了 从走势方面来看 月份的股市现在已经是一个先低后高了 因为指数已经升破了这一季3号的高位 23605点 好了 股市最低指数暂时从6号的22709点 上升到今天的高位暂时来说是23752点 先低后高的走势已经很明显 最重要就是首先第一指数是稳守在10跟20天上以上 第二既然是公破了23605点 那等于说12月份的低位22665点 跟这个月的低位22709点 是一个月份的小的双底 这个小双底要是不会跌圈的话 其实来说现在也很难跌圈 基本上对后一个阶段股市的发展来说 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 刚才我提到 这个月的指数是从6号的低位22709点 上升到10号的高位 暂时的高位23752点 1043点的波幅不算怎么样大 可是最重要就是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那等于说只要先低后高走势不变的话 既然低位是22709点是在6号出现 那这个月的高位应该是在20号 也可能在20号以后才出来的 那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月更高的指数应该还是在后面 再看一看 10天线现在大概在23264点 20天线现在大概在23278点 明天应该是今天收拾到明天吧 10天线可很大机会会攻破20天线 出现一个黄金的高差 可是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现在股市再往上走 目标应该是50天线 大概在24089点 也可以跟这样说股市走在10跟20天线以上 只是代表短期股市走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去最低限度不会反复下行 往下寻找低位 这个很明白 可是50天线一般来说是代表一个比较中期的 在后一个阶段股市的发展 我们从几年的走势来看 股市每一次跌选50天线 后一个阶段的跌幅 绝对不能看清 倒转头来说 股市要是能够攻破50天线的话 起码代表一段时间股市的走势还是比较稳定的 当然在那一分钟就要看看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若是成交经验能够配合的话 股市的上升可能还是会比较明显 不过暂时来说我们先看一看 很深指数能不能够进一步往上挑战 50天线240089点 我们一步一步去看